台北從今年一大早就熱得不得了 果然是今年以來最熱的一天 中午有三十六點二度 另外在台東的大午地區 還吹起了焚風 出現三十七點八度的最高溫 端午節剛過 全台氣溫就持續飆升 在台東因為西南氣流 越過中央山脈後下沉的影響 帶來增溫效應 在台東大午地區再度出現焚風 下午一點二十八分 氣溫直接飆升到設施三十七點八度 這也是全台今年以來最高氣溫紀錄 地面看起來就像快要被高溫融化 好民眾受不了炎熱的天氣 拿出水管噴水降溫 不只台東氣溫再創今年新高 全台都很炎熱 台北市區可以看到不少行人 拿出雨傘遮陽 這位先生更戴著大型遮光面罩 阻擋烈日與紫外線襲擊 而在盆地地形的影響下 大台北地區的溫度更是比北部其他地區還要更熱 上午十一點五十一分 氣象局在台北市撤到設施三十六點二度的高溫 這也是台北市陸下以來最高溫度 它溫度來到三十六點二度 其實像台北其他地區像基隆 或者是淡水這一帶的話 大概在三十五度上下 因為都市的都市熱倒效應 加上盆地的影響 所以台北常常在夏天的時候會出現這種比較極端的高溫 不過氣象局表示 太平洋高氣壓與西南氣流將從週三開始減落 氣溫渴望稍微下降 台東大五地區也渴望暫時擺脫分風的發生 記者張雄 張子佳 張明哲 台北台東報導